36題有甲乙丙丁四個不容易水的固體 然後體積跟質量的如下表所示 把他們全部丟到水裡面去之後 判斷誰受的浮力會最大 老師說過了這樣的題目要我判斷浮力誰大誰小 判斷次序的時候我們的解決步驟是第一 要先判斷誰會成誰會浮 第二 搬出我們的公式BVD去 BVD 排開一體的體積 乘以一體密度去判斷誰會大誰會小 如果這個公式不能夠用 那我們就找浮體的公式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乘體的浮力會小於物重 這就是我們解題的想法跟步驟 那我們看到這一題裡面 我們的甲 他的體積是90 質量是70 密度小於1 所以他是會浮起來的 乙同樣的體積是100 質量是60 所以他也會浮起來 那丙的質量比較大有90 體積只有85 所以他會沉下去 所以丙會沉 丁呢 質量是80 體積是120 所以密度也是比1小 所以他也會浮 所以甲乙丁會浮 丙會沉 第二個 我們搬出 BVD 那麼顯然除了丙之外都不能夠用 因為浮起來的 他就是浮在那邊 他並沒有全部沉下去 所以在按照這個題目裡面 我不曉得他末入水中體積有多少 他全部是90 全部是100 全部是120 但並沒有全部沉入水中 所以我不知道意面下體積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 用BVD去判斷他的浮力的大小 那麼講過了 如果這個不能用 就用浮體 的公式 如果會浮 浮力會等於物重 如果會沉 所以浮力就會小於物重 所以甲會浮 浮力等於物重是70 乙會浮 浮力等於物重是60 丁也會浮 浮力等於物重是80 所以呢 是70 60跟80 那丙會沉 沒有關係 沉下去的話 BVD就可以用了 因為沉下去的話 他的體積 就是末入 一體的體積 就是全部都末入下去了嘛 所以 那就跟他 那體積是85 所以表示末入的體積就是85 根據BVD 指的密度是1 85乘以1 所以呢 他的就是85 所以丙的浮力就是85 這是根據BVD算出來的 不是直接用看看出來的 要算一下 雖然乘以1 有成跟沒有成的結果是一樣 但是觀念很重要 你要知道公式是BVD 意面下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所以呢 由此可知 這四個東西裡面 誰的浮力最大呢 那就是B 所以呢 我們這一體第36體 他問我們 如表所示 請問你 丟到水裡面肌肉之後 誰的浮力最大 我們答案選B B的浮力是最大的 怎麼做的 谢谢大家